HELLO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節的萬迷早晨節目 這節就是拍塔巴角度 我們剛剛又有一次2比0 贏了加林那達 正式晉級歐巴杯的四強 絕對值得開心 更加值得開心的話 這場球其實整隊都發揮得不錯 大家不要忘記 我們有三位防守的重員 就要停賽 包括麥戒亞、麥托文尼和索爾 但是替堡球員說真的 我覺得做得不錯 雖然我們的後防受的壓力不大 但始終都是一張Clean sheet 0失球 也是一個不錯的事 前線方面也做得不錯 首先跟大家說說出場日常 第幾天手朗 我們的全球都算不錯 尤其是向前 把球搬向前面其實做得不錯 原因之一應該是 加林那達在這場球 沒有像上一場一樣 一開始就壓迫我們比較厲害 整場球都是迫搶的 對方不大 可能說真的 始終第一回合已經輸了2比0 可能第二回合就沒有那麼大的動力 對方的球員 雖然歐科的表現不錯 雖然歐科的表現不錯 班奴就不再有太突出的表現 其實也有一段時間 幾場球 班奴就已經不是最重心 雖然他也幫了很多手 但是你看到 我們功力方面也分散了很多 這個長遠來計 我覺得絕對是一件好事 因為為什麼呢 班奴始終會來了 但是 就算班奴沒有了那麼多 其他球員也來幫忙進攻 這個才是重點 不過這樣 又有肥肥肥肥肥肥發現 我們好像不知道 這陣子實在太多球 沒有什麼練習的射門 有幾球射球 都射到離譜的 這個我做 這個叫做 超級盲鏡看真些 一定要展示給大家看看 很可笑 接著之後 明顯地下半場 雲迪迫換入之後 就真的可能試試他 這樣 既然是這樣 不如說說雲迪迫先 雲迪迫 雲迪迫 在下半場 被換入 基本上 他出來之後 連班奴都退了去打左邊 因為他換入 換出了普巴 因為普巴 我還沒看過資訊 不知道他受傷還是怎樣 半場被換出 因為他做隊長 今場報 寶巴 他打了正10號 半路左邊 右邊 當時應該是 Greenwood 前面就是卡雲尼 雖然說是 擺陣 但很多時候 他出來不久 已經看到他走去前面 即是說 他有時候 就直接打了 卡雲尼的位 真是我所說的 魏9號 反而卡雲尼 退了下來10號 或者走去右邊 就Greenwood 退了來10號 或者Greenwood 有時候就上了9號 其實我覺得 雖然暫時來說 這樣的配搭 純熟度還沒有很高 但老實說 如果普巴 明年真的離開的話 不過卡雲尼也可能離開 可能會換上福仔 或者Daniel James 或者Armor 那場球繼續下去 Armor也換進來 馬大也換進來 其實我真的覺得 很大機會 明年的藍本 會比較多一些 懂得傳送 和走位的球員 看看會否打得好些 那這場球的下半場 就 發揮機會不算太大 因為下半場一開斷的時候 對手也挺壓得厲害 亦都希望想拿回一球 說真的 Constellation也好 打了兩場球 一球也進不了 但結果我們的防守都不錯 他們也做不到 我們也是打一些比較上 偏向反擊的球 組織的球 就不是太多機會打到 所以雖然下半場 我就以為有版體 可以看看雲迪碧 在一個進攻的比較上 他做核心多少少會是怎樣 因為明顯地 連Buno也讓了給他打中間 看看他搞成怎樣 但就不是見到太多 說真的 雲迪碧始終是 你叫他做主動進攻 我覺得也不是他的強項 他的強項 都是做搏腳 以及在前場 找空位 找靚位 射球 或者交球 所以我覺得也是 重要時間去調整 還有另外一件事 我也要提提大家 幾年前 那隊阿迪斯 打得非常好 他們進入去 好像是歐聯的四強 還是四強 還是八強 我忘記了 那年打得很好的 阿迪斯 其實幾位出來的球員 包括去了巴塞隆拿的迪莊 包括去了祖雲達斯的迪尼智 還有現在的文迪碧克 也有點相似 因為他們太習慣於阿迪斯的體系 去到其他球隊 始終跟阿迪斯的體系有些不同 他們那年打得這麼好 出色 就是因為他們的體系表現出來 無論是迪莊 或是迪尼智 都需要大約差不多一季 即未夠一季 或是差不多一季的時間 才可以適應到新球隊的打法 所以我仍然覺得 雲迪碧還是一個適應期 以及看看其他球員如何配合他 因為這場球 還會看到他的走位 或者他的比球 是比不了自己的隊友 我相信還是需要時間適應 幸好 我們曼聯 今年有寶巴和坡奴 兩位在這裏 我們進攻那裏 基本上火力足夠 你說是否真的要很靠 雲迪碧去吃虎呢 就不是 變成了他的適應期 可以長一點點 都未頂 這樣 另外還有一個球員想說說 就是 泰利斯 泰利斯 就是 這場球 其實原本我錄下了 他也是出球 尤其是在 動的那一隻出球 他還是差一點點 肯是差一點點 但是你不要管 始終他出的球 出到的時候 就有很大的威脅 雖然大部分他出球 這場球 都是被對手封了 有兩球在上半場 我還很記得 一出那一下 就已經是第一個封擋 他的球員已經擋了出界 但是 到最後那球 89分鐘 我們的第二個入球 結果 又是泰利斯 其實說真的 那球能否算是他的入球呢 因為泰利斯一斬出來 原本就以為馬達 以為馬達頂到 誰知道不是 原來馬達 流軌了 後面那個 卡拉利斯的球員頂了 不過當然 其實改變了方向 所以就不計 泰利斯的入球 又不算是助攻 因為不是自己的球員 有點可憐 泰利斯當 班奴被換走 大約是70分鐘 72分鐘 好 班奴被換走之後 有一兩球佛球的機會 其實我心裡 都很希望泰利斯可以射入 變成可以令他的信心大一點 我相信對他 繼續在馬聯踢球 你肯定有個信心在那裡 但是很可惜他也射不中 因為泰利斯之前在他的球會 他射12馬和佛球 所以尤其是來到之後 班奴被射12馬 他沒有他份射 但是佛球 其實他有時候也射一下 其實 希望他可以盡快 我自己覺得他入球之後 或者他做到幾球漂亮的助攻之後 我相信他就會信心更加大 現在還是差一點信心 即是能力我不是太懷疑 但信心我還沒得到 OK 之後也要說一下我們的防守 今場球 我們的鐵三角 迪基亞、蓮特洛虎和朗安沙比 老實都是受到一定的壓力 即是格蘭拉達也有幾個機會 自己把握得不好 射在柱邊 但整體來說 長球的授額不大 所以是否能夠擅長 蓮特洛虎和朗安沙比這隊配搭 其實是沒有的 但我也有分析了一兩個點 的確是蓮特洛虎 今天真的擅長了麥加亞的位 但他是小標球的 所以老實說 除了蓮特洛虎的頂頭趣 或者新位 不夠麥加亞好之外 其實是一個定海神針的位 一個比較鬥厚的中堅 蓮特洛虎和麥加亞有得爭 其實各有長短的 但尤其是他的拍檔 如果是杜安沙比 或者是一個頭鎚比較好的 硬正型中堅 肯定會令蓮特洛虎的表現更好 這場球有少少 因為杜安沙比也算是比較硬正 新型上高 頭鎚也算是不錯的 但這場球真的沒有什麼 點受過考驗 所以很難去估計 但是看到 杜安沙比的 用速度去包回蓮特洛虎的失位 起碼我記住了一兩球 這也是一個不錯的配合 迪基亞雖然受壓力不大 但也有三四球球 救得不錯 真的不能夠睡覺 大家都知道 做我們萬聯的龍門 只要你欺負一欺 就很容易被對手攻入 所以迪基亞今天也是 盡忠職手 做足他要做的功夫 我也覺得值得一讚 所以軒仔和迪基亞兩個 究竟明年怎樣 我真的不知道 不過今年我相信兩個 都是一路到貴尾 都會越來越表現好的 好 接著當然要說一下 卡叔 卡叔 老老實實 我告訴大家 記住 我們現在的遊戲 就是大家猜猜 大巴金場球 誰是man of the match 你們也猜猜 或者你們也猜猜 你們的最佳球員 即是有兩項 你說說你們的最佳球員 也猜猜大巴的最佳球員是誰 先告訴大家 原本正常來說 我覺得卡雲尼 應該是值得 這場球的man of the match 一來他入了一球 波拉 波利也挺漂亮 二來 亦是他 做了很多工作 在前場那裏 亦都告訴我們 一個正式的九號 應該是怎樣走位 以及怎樣踢球 所以我覺得絕對 是值得一讚 但是 由於這場球 我們除了入兩球之外 亦都拿了一張clean sheet 即是零失球 而且這場球 說真的 零失球對我們 比入球更重要 為什麼呢 這場球就算0比0 我們不能入球 我們還是出線 所以不失球是很重要 所以這場球 我心目中的man of the match 我就給了一個 不是進攻的球員 給他提示大家 但是其實Carwin尼 絕對值得 另外亦都想說說 Carwin尼和Greenwood 兩個 真的 說真的 他們好像是兩仔爺 甚至乎 兩仔爺可能誇張 真的好像兩兄弟 為什麼呢 你看到他們兩個 一起上陣 大家都開始 比較摸熟到大家想怎樣做 更重要的是 Carwin尼整天 他自己做完一些事情 或者給了一些球 和Greenwood 未來眼去 我也曾經說過 Carwin尼的一些 基本的英文是說到 但是其實 如果你要他講 一些深入一點的英文 其實他不太好 當然 Greenwood 認識多少 西班牙語 或者Carwin尼的語言 我相信都是有限 但是他們 兩個的交流 第一 很多眼神的交流 好像說到很嘻嘻 不過不是嘻嘻 是真的很多眼神的交流 很留意到一球球 就是Carwin尼 不知道 加入了球 第一個 就是Greenwood 跟他慶祝的時候 他做了一個很可愛的眼神 類似說 就是這樣 我覺得Greenwood 在Carwin尼 就是這樣學習 但是很可惜 今場球 Greenwood 有一個頭鎚很好的機會 但是他頂不住 之後Carwin尼 也有一個走位 走得很漂亮的頭鎚 好可惜也是頂高了 所以我很開心看到 他們兩個的交流 越來越多 現在來說 就是在球場上高的合作 也多了 但是我覺得 長遠來計 因為始終Carwin尼 就算他明年留下 也是留到一屆而已 甚至乎他現在機會 都很大 我希望Greenwood 盡快在這個 這個多月裡面 真的繼續吸收 和學到多些 真的在球場上高 直接說不要聽 做給Carwin尼 看看Carwin尼 在球場上高 如何指點Greenwood 我覺得 真的是萬聯之福 因為 Carwin尼始終 說句難聽些 也是一個過客 Greenwood 才是我們 球隊的 說句 將來 所以我覺得 這件事 希望 我們真的可以 成全島 Greenwood 另外 這一節 最後 我也想說 一件事 其實 之前我們有個好的 前鋒伊巴 也是過了三十歲才來 現在也有個好的 前鋒 Carwin尼 也是過了三十歲才來 他兩個 我看了一輪 現在差不多一年了 Carwin尼 我發覺有幾個分別 就是 伊巴 真的好球 但是他的踢法 我們之前也研究過 他真的是他才能踢 其他人真的學不到 因為 他站在那頂 憑著他的身形 還有他的身體 敏捷度 還有他的腳 可以舉到那麼高 去做到一些高難度動作 老實說 你沒有回到差不多的台拳 跟機 你根本做不到 你的台拳這麼厲害 你又未必足夠 所以伊巴 這真的是一個二數 是學不到 所以我們當時的福仔 或者瑪茜 其實真的學不到很多 因為真的做不到 沒有他的身形 沒有他的基本功 是做不到 但是Carwin尼 就有一點點不同 Carwin尼 我覺得 他真的很懂得 做九號位 無論是 做 撐球 找位去做 tap in 找位去頂頭槌 或者 如何撐球 回到 我們的隊友 他真的做得很出色 尤其是 特別深刻印象 這幾場球 他 即是我們被 全球進去 劏穿對手 他進去 那一刻 真是靚絕 他明知道現在的VR 做得很緊 他真是 我故意虧半個身位 我都要遲些 才進去 確認我沒有越位 但是他那一刻 三十幾歲 但是他那一刻 加速真是靚絕 當然 你可以這樣說 這場球 是加藍拉達 他們的守衛 可能是慢一點 那有可能 但是不是的 之前那場對二次也是這樣 所以這些真的是 如果學到的話 真是我們未來十年的 九號位都有了 是不是真的要買夏能 但是真的要買哈利簡尼 絕對有辦法 所以 很開心見到這幾場球 都是這樣 還有一個多月 希望這件事可以繼續下去 好 這節來到這裏 我現在這樣 第二節的拍拖 那裏 也會有一些超級慢鏡 給大家一起分享 因為我第一 要講講 我們那個最佳球員 大家不知道猜不猜到 你們也要留言 除了猜我 猜哪個最佳球員之外 還要講你的心目中 最佳球員是為什麼 然後 也要講講這場球的精華 還有 說真的 這場球的防守 其實也有些事情 要點醒一下 我覺得有些問題 看看可不可以 我們繼續做得好一點 第二節的時候 再跟大家講 這一節來到這裏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鍾氣萬聯 晉級四強